四位大師 為何你們這麼長坐在這裏 是否有股票提示推薦給大家 我們坐在一起當然是跟股票有關 但今天不是講股票 主要是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騙 尤其是那些在網絡平台上 唱好某隻股票的群組 又或者假扮知名股評人 盜用他們的相片放在群組頭像招搖撞騙 嘩 這麼嚴重 那我們的樣子有沒有被人等在群組上面去騙人 如果大家想做個精明的投資者 不要那麼容易被人騙 那就請大家密切留意證監會Facebook 和警方的Facebook 好 各位 今天是2月10日 今天的市場是升的 現在挑戰3萬點 不過我們看看升的板塊裏面 很騷擾的 煤炭股竟然升得排第1 升幅 中標部是排第2 紫級農標是排第3 其他那些所謂的醫療保健 工廠資訊等等 換來看的 不是那麼厲害的 即是說什麼呢 告訴你 就是當那些二打六都上場的話 是要留心這個聲勢 是有多厲害 我不可以說他不厲害 因為不知道 因為他只是推著那幾個雲 那隻手 那個騰 那個爸爸媽媽 就已經夠了 他已經可以扯到他上去 即是扯完上去之後 你又是給那隻雲 給那隻手 今天你真的給他升到1000元嗎 然後你怎樣呢 是否可以 騰訊可以升到3萬元一股呢 然後你又怎樣呢 很快速而已 你每天升到幾十元 幾十元 幾十元的話 真的很快速去到800 900 1000 2000 3000 那怎樣呢 然後你盈利是否可以跟到這麼多呢 如果你整體的 你這些所謂銀行其他東西不升的話 這個始終我是覺得有一件事 那個聲勢未得廣泛 集中了的只是怎樣呢 到現在這些用一些二打六來 尿化作先鋒的話 我就始終是有個擔心的 記不記得上一次尿化作先鋒的時候 第二天就跌下來 這一點不要緊 很簡單 明天都半日市 跌都不跌得多少 當然有人說 喂 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中 那個市怎麼看呢 那就看回恆生指數期貨 都仍是在保利加通道的下族上面 這是好處的 慢慢慢慢而上 不要一枝箭抽穿 不過當然它也可以一枝箭抽穿之後 接著你就會抽穿很多 在上面那裡期望 現在這裡就是這樣 再來是3015多的時候 302是需要一點點的流心的 今天是29919 現在這11點鐘的時候 12點鐘的時候是29919 接著下去下午怎樣呢 大家要留心 成交呢 是有少少擔心的 是下了 然後再跟著我們要看看 當然有人說 哎呀 那些北水少了 我們成交就少了 我自己也這樣看 有錢賺的地方 哪裡會有人去休息 我們知道晚上 我們都是睡覺休息的 你看苗街晚上 旺不旺 因為他們在晚上才開始賺錢 怎麼會休息呢 是不是 雷引街呢 早上10點鐘開始 就暴到晚上12點了 所以很簡單 所謂欺來揚往 我們老祖宗早就已經說了 天下欺欺皆為利來 天下樣樣皆為利往 都是騰來騰去 有錢賺是不會睡覺的 所以又說這個燒了 是 沒有辦法的散戶就會睡覺 我又在這裡講講 在70年代的時之中 很多時候有一個叫做 Summer Dodrum 夏天那些經理就去放假 所以很多人 大家有一個 什麼不明文的規定 大家不要玩 休息一下 但如果又去到聖誕節 大家不要玩 大家 close the book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 整年賺了 虧了算數 休息幾天 好 你賺夠那些 賺夠那些 輸夠那些 你不玩而已 那些人 有一班人 就不是 據了一本 為什麼不玩 所以專門就是 秋月 暑期突擊 暑假期兵 你們休息 我就沒有他們上去 因為他們成交少了 武高武低是容易的 你聖誕節 新年 你不做事 我就做了 特別在匯市 匯市時 浪高了 然後1月4日 你回來 行了 各價浪上去 你追不追 你追 我就估給你 你不追 我還踩多腳上去 看你怎樣死 所以去到現在 是沒有一個 所謂的Summer Dodrum 也沒有一個 我叫close the book 有誰敢close the book close the book 之後第二天 你又要開個book 要做著下年的事情 因為為什麼 人家已經浪了個價錢給你 反正踩了個價錢下去 因為浪高了個價錢 沽給你 踩了個價錢下去 就是他們怎樣去那邊 就是看你搏你 你出不出貨 你出貨我就買你 你不出貨 我又踩下多些 所以在這段過程中 千萬不要跟我說歷史的數據 有多少年是過完年之後會升的 有多少年過完年之後會跌的 OK 這個歷史 股市是並不買歷史 只買現在及未來 在現在這個股市是甚麼事推動呢 我的界定是 這個叫momentum market 即使你不要問我 那個是基礎因素 以基礎因素來說 中人壽幾好 很穩陣的 最慘的就是你抬炸彈 你抬炸彈沒有用的 是不是 我們要坐飛彈的 坐飛彈很危險的 是呀 升了上去之後會爆的 是呀 即是它不升 我更危險 我升了上去之後 就看看我何時半途跳下來 這叫音樂以游戲 最後折火棒 你就死了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需要考慮一件事 這個momentum trading 隨時要預住 你沒有入市 你可以睡覺 入了市 我只要去建議你 篤嬰72小時 去廁所也不要去那麼久 如果你未試過 這些叫黃金尿的話 證明你不是炒得很厲害 如果有一位朋友炒得厲害 拿多巴掌的話 他真是很慘的 去完廁所轉個圈回來 可能不見了十幾二十萬 這些就叫黃金尿 是吧 我又早上講 很多trading room裡面 為什麼是多男士 不多女士呢 因為他們沒有什麼人去廁所 在桌底下 有個垃圾桶 大家知道用什麼 哪裏夠膽去的 好 在這點裡面 我們再看看 就是日線圖上 他又開始摸這裏 今天 我昨天也說 你都要貼著 會不會如果不貼 就不會跌下來呢 如果跌下來 那就不太好 今天他竟然就是 我不跌 我跳 跳了上去 我又讓你跳 明天你怎麼跳呢 跳不跳呢 跳到頂 跳穿頂 大家儘管看看 很多朋友 真是對中國鐵塔很有感情 我曾經一段時期 都對中國鐵塔很有感情 不過是當它升上兩元的時候 自從它跌下來之後 我就開始對它沒有什麼感情 很簡單的 我的人 這個不是老婆 股票 她不賺錢回來 我就甩她 記住 股票 對於男人來說 就是一個 我是吃軟飯的男人 是靠她發達的 對於女人來說 股票就是金歸勢 她不拿錢回來 我便沒有錢買燕脂水粉 所以股票只有一件事 它升的時候 她是我的好太太 我會愛慕她 她跌的時期 她就黃面婆 一腳就生她出街 你看看 跌了這麼久 很多人還去問 我會想一件事 我不想再回答 當然你說我如果去到一元雞的時候 值不值得買呢 我又覺得可以值些 不過你用什麼錢買呢 你用你賺了來的錢去買 賺了來的錢去買 不要用本去買 變得你就不會傷心 你看看 起這一點真的挺慘的 一元雞的鐵塔 是有支持 如果你之前拿了 現在沒有出 我唯有覺得 你只要拿著它 沒有法子的 是不是 起這一點裡面 如果真的很想買 就過一 等等等等 不過我就覺得 如果你真的一合二買了之後 你駁它上去 你就要收工了 不可以買得太多 當然 你短記支持 是不是要止蝕呢 如果你現在買了鐵塔的話 我就建議你不要止蝕 你一買下去 那個就蝕了算數了 為什麼呢 第一 市益率高 第二件事 它那個是蝕率不多 你說鐵塔在5G裡面來講 有沒有這個前途 一定有的 不過現在 中國5G 現在才開始起步 是不是 你的手機是不是真5G 你的手機不是真5G 那怎麼搞呢 是不是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來講 你主要是 有盼望 就不要盼有分頭 1044行安 有朋友問 這幾天多好 有資金流入 這個也一樣 自從70元之後 它一路跌跌跌到 跌到50幾元 行安以前不是沒試過跌到這麼多 可以在40元再起步上去70元 這裡 7、40元起步上去70元 喂 一倍的 行安是一隻這樣的股票 那真正政府 有時候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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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但是市場價格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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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現在的位置就不要走,只要搏搏 中國中車曾經有很多朋友是很可愛的股票 也炒了很多的股票 到最近的時間,你看到就很慘了 今年一兩年前左右 五個多的時候,在周仙圖上一直跌到現在 說跌足成年了 跌足成年就很晚了 就開始有些反彈 現在回到這裡 最主要去到中軸位 不要再穿了 再大上去一點點就最好了 在這裡也是一樣的 升穿了這個中軸之後 在這裡就可以跟得上去一點點 上回到上面 這個情況也是 跌下來之後,升穿了中軸就跟 跟這裡的話 升穿了,下來再升穿這個位 升穿貼住保利加通道的上組 就跟 不需要跟很多 不過都可以由這裡跟到這裡 這裡的時候跟了多少 大約由3.5斤到4元 這裡有10%左右 這裡幾天 10天都不夠 10天都不夠 就這樣蓋下來 它這裡是橫行 看看它會不會待時 升穿中軸 升穿中軸就跟上去 不升穿中軸就像這些 不升穿中軸就不要跟 升穿中軸就跟 升穿中軸就跟 跌穿中軸就出 就這樣 這裡未升穿中軸就不要跟 跌下來 這個若某一個初步 給了大家 保利加通道為什麼我會比較贊成 大家看保利加通道 對於很多不是所謂的 技術派的朋友 你不是很多時間研究技術派的 跟著它一樣東西 升穿再 跌穿升不穿 入回來 顧 跌穿顧 就這樣 現在就駁它升穿 可不可以去做 中國人壽 這一隻 是很慘的股票 是有基礎因素 不過沒有資金支持 所以 拿了中國人壽的朋友 你應該預住 你買了保險 到你死了那天 才有錢拿回 或者到你很高年稅 才有錢拿回 這真真正正是人壽股 不是保險股 在這裏它曾經最低去過10元 所以你不要問我 去到這個15元16元是否買得過 那些買都是屬於 所謂的 追逐性 見高就追高 見低就踩低它 市場的7倍 利息4.7利 不算太高的息 如果有6.7 很不同 就好像中移動 就好像中移動 6利息的話 就不是這個十幾元的水平 現在它只可以在這裏 就一直整股 所以大家要記住 不要以為中人壽 有16元 以前一直說 當它升的時候 是18、22 22、24 跌下來 有24、20 20、22 然後18、18、16 最高是叫它10元 如果你有這個印象 有一個歷史的教訓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當它跌穿了你的通道之後 進回去 再跌 而不跌到底 再升穿中軸 你就跟 中人壽 這點入面 每年都可能會有一兩轉 讓你炒一下 不炒一下 為何會這麼弱 我真的不知道 你如果用任何的技術分析 它真是好的 又派到那麼多息給你 又等等 不過 人家就怎樣 因為它抬炸彈 比抬炸彈 這樣的話 我不喜歡 你一日升10元 一日升10元 好像港交所 騰訊那樣 多好 現在中人壽來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 它開始想塗 作一個反彈 就好像這樣 作一個反彈 就是這樣 這裏又開始做一個反彈 如果有拿貨的朋友 就繼續起這個位置 你不要打算出去 考慮上去 看看可不可以回到這裏 17元這個位置 升上17元 就這樣下去了 除非 他來到這裏 又有一個大棍上來 就好像這裏 就上去這裏 這隻是比較冷門一點 有朋友問 儘管回答 你一看 這麼多資金 每天都流出 那就不好 雖然是弱恥 來了這樣 不過其他有一件事 他會吸引你 所以朋友問到這裏 我真是很服他 他拿著這隻 這隻如果來收息的話 都不錯的 兩倍都市盈率 17利息 如果今年又派17利息給你 你還想怎樣 是不是 所以來到這裏 是值得有留意價值 如果他在這裏 又是九號至八號 之前是八號左右 所以如果來到這裏 不介意 不介意的話 好 你就會等等 他不會不會 到遲少 再下一點 什麼等等 你買著他 又是搜門口 當我叫萬金油 搜門口 因為最主要 你息高 還有你到有日 他派息的話 自然會給你 就有10%左右 因為你17利息 17利息 那怎樣升上來 你都會有10%左右 所以這一點 值得去低位 這屬入於周期 是要見面股 是老人院 真的到時到後去探探他 過年了 拿回一封利是 不是給他 是你問他拿回一封利是 所以這個朋友 其實都心碎好清 他說他打算收息 若然打算收息 我都認為這件事 息 只是派一日 期間裏面有波動 升了上去的 你就出貨 跌下來的 你就入貨 始終由於他是息高 一日這個政策未改 凡是賺了錢 就拍留你這些 不過你不需要拍得那麼早 不要拍得那麼早 一年365天 他頂孔派了兩次給你 你選擇他之前 派息之前一個月左右 派息期 公佈派息之後那幾天左右 升了上去你就沽毀了 在這裏就在這個價格上賺回額 所以這個就是 不要看少 是值得留意 因為 息高 華藝股油都是好息的 今天推介的是恒生銀行 恒生銀行 也有很多行 不對他看好的 都是認為要沽他的 的確是 在香港來說 銀行股真的沒什麼好做的 現在你看他 與其息率就三厘八左右 升到這裏 那我就覺得有個問題是怎樣呢 恒生銀行是一個很騷擾的銀行 它是屬於 不是媽媽割育養孤兒 是兒子 要斬隻手給媽媽 那媽媽當然是匯豐 所以恒生銀行賺了很多什麼都好 都會上繳於 是媽媽的 我想請問 現在是不是到了公佈業績期 你認為 媽媽要不要問兒子 拿家用呢 我估計要 所以他派息 恒生銀行我估計 是應該有一點點 盼望 起這一點 我就會覺得 去到現在這裏 可不可以再少少 升上來150元 不是多 140元 140元 升上來150元 或者升到150元 不要多 不要那麼多 這裏的167元 我都不看他了 是吧 那為什麼呢 就是希望這裏剩下一些 他要派給媽媽 如果就算他現在這裏 他是三厘八 我四厘 那他100元 那你派4元 150元左右 一百四十多元 就升上 一百五十多元 那也好啊 是不是 就是這樣看 我就以這個能夠 就是他 駁他 一定要割手養媽 來看這件事 日仙圖上面 剛剛今天升破了宗族 升破宗族 我這個策略就是這樣 升破宗族就追 追過在上面多少 147 這個147 這裏 這裏又147 那我覺得 如果這裏升破147 這裏升破147 不小心 用好一點的角度去看 那這個是不是雙頂而破呢 雙頂而破的時候 這裏當它怎麽呢 這裏當我140 那7元雞 147加7元雞上去 那就是156 那就是4 我是這樣看的 那看看是怎樣 那這些是 之前推介過的股票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另外呢 這些曾經搭介觀眾的問題的東西 只是為留有保持10天而已 10天之內之後 就會將 第11天 11天之前那些 踢走了它 那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如果你有股票想要知道的 在這裏可不可以 好了 祝大家新春愉快 身體健康 明天 大家 都可以休息一休 一下就 行明天一下就 都沒事了 不要那麼悅了 休息一休 炒了成年 是不是 祝大家 明年 牛年 牛市 牛 Psychology 牛涌天 牛腿牛腿牛蔥啊 三瓦薄